這棟是堪稱天母最神秘的豪宅 因為沒有暗名 此被在地人稱之為無名豪宅 雖然現在至今這張建案 還沒有對外銷售 但是已經有部分的物件陸續出租 站對面就是陽明醫院 中醫街上這棟搶眼的建築 由大師李天鐸操刀設計 實價登錄顯示 有一戶約90坪月租就要22萬元 換算單坪租金要2400多元 集團性質的話 因為他這個背景的這個資金 當然就相對比較雄厚 所以他可以做這樣子 只租不壽的這樣子一個財務規劃 那相對於一些中小型建商 他可能比較著重於 在這個財務槓桿的能力 邊建邊售 背後建商大有來頭 是由海霸王集團旗下 中研建設與地主合建的豪宅 屋齡約8年 只有20戶屬於大坪數 未來其他戶數是否規劃 對外銷售 建商並沒有證實 不過大多的豪宅租建 也不是有錢就租得到 基本上他們都是以外商公司為主 名片上面一定都會寫 然後再來就是也會打去公司 最主要是在意的是 承租人他們的公司 是什麼背景 對 因為如果只是小公司 比如說是新創公司 那屋主就不太會租 因為怕你繳不出錢來 頂級豪宅的屋主 會慎選租客 就是希望有人照顧房子 多數要求國際企業 或是上市櫃公司高階主管 若是家庭課 還會了解家中的孩子 是否就讀國際學校或私校 甚至有的屋主 還會要求驗存遮開現金支票 天目吸引不少鎮商名流 富豪張聰元的家族 曾砸下近七億元 一口氣打包天目 西路一到五層樓的豪宅 後來才部分轉手賣出 另外何碩董事長 童子賢 藝人 彭于彥 富邦蔡明中 也爭相在天目致產 在名人和富豪效應下 大天目豪宅 話題性十足 三立新聞徐國恆 李文科 台北報導 告訴你 這位公平的私立生 史福尹 史福尹 史史福尹 史福尹 史福尹 史福尹